8号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来说很淡增持 没什么方向 收市跌了49点 到24,193点 成交只有870几亿 上升股份有980几个 下跌股份有600几个 市场都是在看 明天这股服市之后的情况是怎样 大市整体来说没什么方向 个别的板块来说做得不错 我们来看看手机的设备股 昨天也说过 苹果会在下星期公布新一代的iPhone 手机设备股来说年日也是很好的 瑞星科技今天升了2% 报45.9 2382方面 信誉江河也升了2.9% 报129.2 1415就更加劲了 日前公布了派这个特别息之后 股价就是年升了几天 今天再升了13.59% 上升到5.6% 这个位置 除此之外来说 今天物流股也上升得不错 比如看6123 沿通速帝来说是升了2成 报6.2% 另外来说 加利物流也升了9.6% 到15.28% 另外呢 这个重磅的蓝筹股 看看几个 阿里巴巴也是继续向好 虽然早段调整 收市来说仍然有轻微的进涨 报289.6% 螞蟻上市 对它继续有支持 腾讯就不移动而已 今天报535元 3690呢 美团点评方面 是轻微跌了0.3% 报266.8% 小米方面又回吐了4% 报20.8.5% 除此之外来说 有些个别的半身股不错 乐享互动 今天是继续创上市新高 升了15% 报3.4.4% 好了 明如文今天来说回到1%左右 报35.05元 最后讲完就是 这个 今天正在暗盘做的 这个文顶新要 开市来说 升了12% 报73.5% 这个 情况也是相当不错的 就看到 是新股来说 虽然没有早前 新股炒到一倍 或者有多 但起码来说 第一天来说 暗盘来说 都有三四成的升幅 其实呢 在这样的暗市来说 其实都算是一个 挺有交代的 的一个表现 那 就说回大市 最后来说 恒生指数 暂时都是站在24000点 这个位置 那 就要看回A股伏市 以及 美国方面的情况 因为始终呢 特朗普那方面 随着这个 美国大选的 临近 很多的政策 或者是消息 有关他的健康等等 都会是 挺影响到大市的情况 那 投资者呢 暂时来说 都要比较 密切留意着 今天收线分析 暂时就这么多了 消息